这个法门比密宗容易有 密宗是叫你 行愿持咒 咒比佛号 长啊 净土宗就叫你四个字 阿弥陀佛 多简单 越简单 越容易受持 容易做到 咒语太长了 记不住 纵然记住了 时间长 难免没有杂念进去 你再晓得这个法门的书是 到中国来 无论学哪一宗哪一派的 这是古生一线性 祝师大德 往往到最后 他念佛往生监督 他用他其他法门的修行功夫 最后全回向求生监督 他争取了 他争取了 教下的 禅宗的 密宗的 到极乐世界的 躲 那么下面的 那么下面请文 此书生难思之 踏离法门 正是弥陀 悲于至切之处 恳切到了几处 一阵时 尽密而走 方便究竟处 大年老 一三修行 净土是处 他学密 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司 传承密法 他学禅 禅宗的老师是许运老和尚 他学教 那法相 他就就是法相专家 没有关系老句子 我的老师 黎炳南老句子 他是没关系的学生 他学这东西很多 不像海鲜老和尚 海鲜老和尚 现在单纯了 也满深入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禅是阿弥陀佛 密是阿弥陀佛 教也是阿弥陀佛 一句阿弥陀佛 语言蛮喊舌 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表现在他日常生活上 那黄炳老 往生的时候 79岁 万年身体不好 那 比起一般没修行的人 那奎舌很好 那跟海鲜老和尚 一比不行 比不上他 海鲜老和尚 一般也十二岁 不要人照顾 这还不稀奇 照常干活 龙根 那 临走的那一天 一三年 真语 一三年 真语 晚上做的 白天呢 还在菜园做了一天工 种菜 整地 浇水 报草 干了一天 他工作非常勤快 一点都不偷懒 这一般人做不到 晚上念佛走了 没告诉任何人 第二天早晨起来 发现了 大家发现了 老和尚 已经走了 想想他最近 这一个月 所作所为 发现说 他向大家告别 过地方都去看看 告别 也透露了一天风神 以后不再来了 因为人家看到 这身体健康 没有在意 走了之后 想想老和尚 严险举止 早就日之时之 到处 到处 自行 看看 过去曾经住过的 劳道场 看看同产道友 给他们 震掌信心 那看到老和尚 那个样子 真影响性了 不再怀疑了 阿 尼 陶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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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